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抛下长辈和自己出门而逃 原因是我爱你 但是我不想结婚 这两个字提都不能提 小剑想说 如果两个人都是不婚主义 那无可厚非 可是顾家一心里还是有着爱她 就想要和她一辈子在一起的想法 六年还等不到一个男孩的长大 泛红的眼眶加上急促的语言 顾家一无一是生气 又伤心的 几天过去 顾家一原以为和安宁想嗨了 把她慎重地叫出来 说一件考虑很久的事 七代听到那句等了很多年的话 轻摇的肩膀 憋不住上扬的嘴角 灵动的眼神 全身上下都写满了期待和喜悦 结果 迎来的是和安宁的一句我们分手吧 刚开始顾家一是不相信的 眼里充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 当知道和安宁是认真的时候 内心崩溃的顾家一笑着流泪 更让人心疼 虽然不懂为什么一分手 马上就下起了瓢泊大雨 但不得不说的是 江言将一个分手的女孩 演绎得很精彩 坐在马路边 全身绷进 手脚僵硬 不管周围的大雨 沉溺在自己的泪里 只是简单的坐着 就能看出他内心的心灰意冷 这个时候 已婚男上司又来捣乱 虽然借了肩膀 但却平白惹人误会 当妈妈得知 女儿有可能和一个已婚男人混在一起 走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 不说事情 不问 原因 直接一个不命连环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只能说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妈 江言的反应也像极了莫名其妙的我们 生气又委屈 中国式的妈妈 怎么能就此善罢甘休 一言不合杀的公司 再把老板劈头盖脸一顿骂 欢迎来的王者荣耀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不能忍妈妈管恋爱 管生活 管工作的顾嘉一 因为这件事和妈妈的战争一触激发 沉默太久的乖乖女 在将近奔三的时候 才敢把自己藏匿多年的不满表达出来 据说此处的感情爆发一条就过了 对戏导师耸丹丹 江言毫不逊思 别看吵得最凶 吵完后 哭得最凶的也还是女儿 毕竟 妈妈这个词 知识教一教也触动心弦 好不容易自己到了能照顾妈妈的时候 不好意思开口说 谢谢妈妈 我爱你 行动上却做了很多惹妈妈伤心的事 顾嘉一坐在地上 微屈 生气 后悔 抱歉 各种复杂的心情 想跟妈妈发个短信道歉 也不知如何措辞 可以看出 演员江言对这场哭戏的处理 明显不同于和男友分手 脸颊泛红 嚎啕大哭到哽咽大哥 还同时的哭发 既符合情景且感染力十足 别灰心 总有雨过天晴在努力下 生活会慢慢好起来 顾嘉一 可不是夫妻女孩 都行 可以 没关系 逃避不作为 不管是在处理母女关系 还是情侣关系之上 内心温柔 顾嘉一都极尽耐心 懂得付出 和妈妈吵架的当天晚上 就发了一条道歉短信 妈 你睡了吗 对不起 即使是相爱相杀的中国式亲情 母女也没有隔夜愁 之前我也不好 别生我气 和妈妈握手言和 骨骑的爱常在云淡风星间体现 母女的和好也不用渲染的如何惊心动魄 将言一个轻巧的额头亲 便把这重重的戏份轻轻带过 既不会夸张也不会慕乐 反而温馨十足 和妈妈和好之后 顾嘉一坚守爱情 甘心付出 即使内心忐忑仍不想放手对方 不仅用自己的稿费 给男朋友买心意的相机 还制造浪漫 在整个房间里点燃爱心蜡烛 不努力下则之不行 顾嘉一对爱情的付出 让小剑自配不如 在顾嘉一的努力下 爱不会缺席也不会迟到 和安宁被顾嘉一感动 想筹办一次真正的求婚 给顾嘉一惊喜 一连串的情节行云流水 从密集的矛盾爆发到温和解决事情 这就是生活啊 江言演绎出80后的乐观积极 面对逆境从不妥协虚浮 渴望爱情 渴望家庭 渴望独立 起起落落的现实生活 打得败放弃的人 打不败奋起的人 都市情感距离少有生离死别 中毒受伤 但就是这样细水长流的生活场景 做到能让观众感到共鸣 也十分有难度 江言的表演无疑是细腻且自然的 不管是顾嘉一这个角色对幸福的追求 还是在矛盾中挣扎 这两种状态 江言特化的都极其鲜活 具有强烈的声 活气 一滴一点 皆是努力不急不躁 低调演戏江言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不温不火 其实他早就和很多老戏古代国戏 不断积累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默默努力 早期江言的作品大多都是情景喜剧 老牛家的战争 抬头不见低头见 搞笑一家人这些经典的喜剧都有江言的身影 而后在十三年 搭档达康书记吴刚 影后秦海禄 在都市亲情剧全家福中饰演鸭儿 一改喜剧演员形象 表现青涩十五岁小姑娘 到宝金沧桑的女强人的半生故事 不得不说 这部戏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努力总是不会被埋没 这部戏在央视播出后 红极一时 口碑更是达到了八点二分 同样的央视播出的都市家庭剧 而女情更长中 江言饰演的圆圆 是一个为爱执着 用情专一的善良女孩 更是搭档西美娟 吴勉 张之华等老戏骨 江言为了演好圆圆这个角色 不仅从头到尾看 了三遍剧本 还做了笔记和剧中人物角色心得体验 演戏时还会向剧组的前辈张之华老师求教 不管怎样 小剑也要为江言敬业的态度点个赛 不管是在别叫我兄弟中 在逆境中顽强生活的业小小 爱情回来了 终尊重物实主义的资深编辑与小怒 江言都尽他所能 努力刻画好每个角色 在医管校船中 江言饰演的柳若形 更是颠覆过去甜美的形象 演绎一个武功高强的高冷大解大 值得一提的是 在我的岳父会武术中 江言饰演的白眼一角 剧中跳舞片段 惹网友烟线其教好身材 为了更好的去演绎这个角色 本来就爱运动的江言 更是化身健身狂人 在这部《亲爱的他们》中 角色剧中的穿搭 都是由江言亲自打配的 在家时常用居家休闲的款式 时场上则采用衬衫 半身裙 隔文大衣等大方又时尚的套装 约会时的连衣裙 表达了角色温柔甜蜜的小女人 一面 是为了让顾佳一的形象更加有代入感 光是前几集就换了二十多套衣服 日常百搭 十分贴合顾佳一的人物形象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网友大呼求同款链接 江言表示 让角色和观众能有贴近感 大家看到很喜欢我 也很开心了 这些都是值得的 在观江言的日常生活 真的是低调的不能再低调 除了日常工作宣传 就是美食和健身 尤其对于减肥瘦身 江言表达没什么诀窍 行动才能彻底甩掉肘 正能让女神本人无疑 江言对于健身的态度 也如同她对待工作的态度 做演员没什么诀窍 努力就够了 她在一个又一个的角色中锤炼自己 选择最接近倾斜和人物的表演方式 用细腻的演技 让观众感受到清新自然 这样低调又努力的演员江言 担当湖南卫视女一号 可以说 当之无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